政府的官員大家早安 可不可以請部長 兩位 蘇偉跟部長 好嗎 好 張部長 陳蘇偉 議員好 兩位早安 我看 我看了 為什麼要請你們兩位上來 我看了這個報告 我非常失望 財政部 涉及到租稅問題的時候 應該立即提出評估 稅市支出評估 你沒有稅市支出評估 然後就拿這一頁 來跟老百姓 跟社會報告 這個是不夠的 而且 講的原則 我不懂這個原則是什麼 不影響政府稅收 這個可以理解 就是不要減少稅收 或減少政府支出 你意思是說 政府支出要增加了 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第一個稅市支出評估 不是財政部提的 是提減稅的那個單位 要做 他沒有辦法 對對對 是財政部要負責提稅市支出 不是不是 各單位提 我們會 金管會負責 金管會負責產業 金管會要負責產業 所以金管會應該提出 基效益評估 金管會提出產業效益評估 財政部提出稅市支出 我們才可以評估到底他的成效多少 目前的作業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各單位提要減稅的方案 他要做稅市支出評估 送到財政部來 我說這個是財政部要提的 財政部什麼事情都留在那邊 那我問你 你只管錢嗎 你只是帳房嗎 那個評估 稅市支出評估 我們會評估啦 但是他要送他 我說你要提出評估 你才可以提出建議嘛 沒有錯 你這個金管會你要提出什麼 你要提出的是 這樣子的做法到底對於 產業的發展的幫忙在哪裡 幫助在哪裡嘛 不是不是業界要求什麼 你就做照本宣章把它轉過來嘛 你不是一個導體嘛 你必須要做出政策評估嘛 沒有錯 是不是 所以兩位部長 部長跟主委拜託以後 涉及到所有跟租稅有關 跟產業發展有關的議題的時候 應該各就其本位 提出他們的評估 不管是成本的評估 或者是效益的評估 這樣子我們的社會才可以來做一個公斷嘛 我們才可以表示我們的一個態度吧 否則的話今天我看得非常的失望 所有的這個利益 我們不知道他在評什麼 我今天也只好評其他的 因為我沒有可以評的地方了嘛 對 那個意見完全正確 百分之百正確 拜託你們好不好 以後要做這些東西 我們會在那個 百分之百正確 好 謝謝部長 我先請主委一下好不好 謝謝 待會再有時間再請部長 昨天我們親民黨開了一個記者會 獲得網路網民的熱烈的回響 現在是Yahoo的這個最受引述的全面33名 而且是一個禮拜 這幾天來的最高的一個比例 這裡面就涉及到了一個大問題 就是信用卡的網路刷卡使用消費使用的時候 現在信用卡都設計了一個所謂的安全的額外的機制 除了你的這些所謂信用卡後面的三碼數字以外 另外加上安全的機制 而且用名字非常好聽 像Visa叫做3D 像Mastercard叫做Secure Code 像JCB的話呢 它也是一個叫做JScare 現在發生了問題 就是在使用的時候呢 它出現了一個狀況 仍然會被盜刷 雖然我們加上了這麼樣多的一個保護的機制 仍然會被盜刷 我們的申訴人 他人在台灣到埃及去 結果得到一個消息說 他的消費他的卡片在布達佩斯被盜刷 在英國被盜刷 而且盜刷的是做廉價航空 盜刷的是這個 盜刷的是他是在去參加shooting 射擊來福槍的射擊 我們不曉得裡面是什麼 是不是買來福槍 已經買射擊到槍支的買賣了 而且金額非常龐大 十幾萬 結果現在我們看我們今天的合約 這個合約裡面特別強調 這個交易 即是為 只是要有交易 就視為持卡人本人的交易 持卡人不得否認 他是一個剛剛退役的一個小孩子 馬上面對十幾萬的債務 我們的信用卡的這些條約的內容 是不是應該全面檢討 而且他要求如果說爭議款沒有辦法 一旦確定銀行拒絕付款的時候 銀行要求當事人要付款 那他付款是應該 他應付款日期開始要付利息 這個利息 我們去查了一下 有些銀行居然可以高達20% 這是懲罰性的 當然他是想要避免道德危機 說你拒絕承認 可是在另外一方面 他明明是一個innocent的一個party 他結果他會面對這樣的問題 為什麼 就是因為你的合約上面 我們的金管會沒有做好 必要的檢視 可不可以回去全面檢視 我們的信用卡的標準化契約的內容 可不可以 是當然 因為本席還會繼續對信用卡 繼續提出我們的觀察 非常的 我對信用卡的利率的管理 我是贊成開放的 但是對於消費者的保護 我是認為有必要要 要做到安全的保護的 所以我希望你們在信用卡的 這個信用的這個條 這個所謂的標準契約內容裡面 全面去檢討 可不可以 可以啊 我們會來檢視 好 謝謝你 謝謝 那我們再請問一下 我們的金融業 金管會負責有三個領域 不要忽略掉 今天我們來討論金融付稅專案小組的問題的時候 它涉及到了金融產業的發展 可是金管會有還有額外的兩個責任 一個是消費者保護 另外一個就是金融體系的安全 如何建構一個金融體系的安全 也是我們應該注意的 我想請問 我們現在的存款保險公司 它的保障的內容是什麼 現在就是三百萬以下的存款吧 包括這個 包括這個外幣存款 我們都保障 三百萬以下的存款 對不對 那麼 但是不包含外幣存款 是吧 含含 含嗎 現在包含了 OK 好 那我現在請問一下 現在請問 我們的保單 一般的保險公司的保單 有沒有納入保險機制 一般的保單不在這個存保的範圍 一般的保單不在 對不對 不在存款保險範圍 這世界的體制都是這個樣子 好 所以保單不在 世界都這樣子嗎 是是是 主管的主要是還是 主要還是那個嘛 請你去看看KDIC 本席擔任回國以後 最希望突破的是 建立中華民國特色的一個 金融保安全機制 但是很抱歉 本席人為言親 不是在你那個位置 所以我只好不斷地push 就是我們要建立一個 金融安全網 這個金融安全網 應該要包含保單 否則你在管理受險公司 人受保險公司的時候 或者保險產險公司的時候 甚至產險公司的時候 你都會愛手愛腳 現在是確實這是一個 可以值得討論的一個議題 因為現在就只有靠安定基金嘛 安定基金其實它收的那個費用 其實也不是很高啦 其實不足以承擔這個 整個這個保單的安全的責任啦 那另外一方面的保單 其實不是像存款這樣 它有風 它只是單純的風險而已 它也牽涉到這種投暴率的問題啦 我想這樣子 請金管會立刻派員到韓國 到新加坡去考察 韓國包含了個人保單 新加坡包含了售險和一般的產險 旅遊險 外用險 健康險 乘客險 都在它的保險範圍之內 保險的範圍 都在它的保險範圍之內 所以請向新加坡跟韓國學習 我們可以去了解 我覺得非常遺憾 我非常難過 我二十年來努力 全部都白費 沒有建立金融安全網 讓人家去得了 而且今天反而是因為保險業跟存款 跟我們的銀行業 彼此之間爭取爭奪有限的利益 造成了我們整個系統性的風險 對不對 所以我希望 趕緊以最快速度 想辦法整合我們的金融資源 建立一個全民的金融安全網 可不可以 我們會朝這個方向來努力 我們趕快李委員剛剛指教的意見 我們趕快去了解 好 我再謝謝你 我可不可以請部長最後一個問題 張部長 部長 剛剛談到了很多很多的租稅問題 其實強到租稅我們都很傷感情 一方面希望產業發展 在另外一方面呢 又希望租稅有足夠的稅源 當然如何能夠產生良性的互動是很好的 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現在儲蓄扣除額 剛剛因為你提到了儲蓄扣除額 儲蓄扣除額是多少 27萬 27萬 以現在的利率相當於要有多少的存款 才可以產生27萬的利息 呃 現在差不多 不到一個percent 對一個percent 我們就不到一個percent 中央銀行是0.81哦 我現在從一個percent來算 也相當於要2700萬的存款 才可以產生這麼高的利息 是吧 是 好 那麼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全國的民眾平均存款 每一戶存款多少 每一個家戶存款 嗯 我跟您報告不到400萬 嗯 所以你的儲蓄扣除額可以好好考慮 是 要去修正 而但是修正同時必須要有配套 就是建立個人退休金賬戶的儲蓄存款 的存款 好嗎 謝謝 趕緊去想辦法 好 謝謝 謝謝 好 感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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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